如果收房产税你怕吗 上海街头采访 听听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怎么看 假如啊 收房产税您怕吗 我也不懂啊 怕 如果房子多的肯定怕的咯 就炒房的对吧 对啊 房产税怕肯定怕的 怕的 多了就怕 多了就怕 少了肯定不怕 我没房子也叫什么税 假如啊 我是说假如 收房产税你怕吗 我怕 为什么 因为我终于怕 只有一套 对 那你们呢 我也不怕 也不怕 也是只有一套吗 对 好 就是少套房子的人 可能就不怕了 您觉得什么样的人 会担心收房产税呢 房书吧 各种的内容房书 房省税 不怕 我就一套房子 我没房子 所以我也不怕 我说假如 假如收房产税的话 你怕吗 不怕 因为我没房子 没房子就不怕 其实也怕 那个房子会长 您是觉得 如果收房产税的话 会带动房租的上涨 对 应该会的 这个是一个 整体税负的话 会成本会上有价格 最开始是房东会比较怕 那后面的话 大概成本的话 都会转嫁给整个社会吧 有可能会转嫁给 没有那个房子的人 对 没有房子的话 也要租房子 租房子的话 房子是从房东那边租过来 那房产税的话 羊毛总是要出在羊身上 自住的话可能是承受最多的 但是他们不用租房 这也减少了一部分成本 不惜上海人 那当然怕了 我好像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没考虑过 我们住定房 现在 你们住的是租订房 还没有洞牵 没有没有 房产税啊 对 那大家都一样瘦了 有什么呢 大家都瘦了 他也不是收拿一种人的 说个不好听的话 那就是 油风题的人就暴露出来了 房产堕的不就暴露了吗 房产少的 反正套八年套的是无数位的 房产你要游个四五三十套二十套的 肯定不正常啊 对不对 那就暴露出来了 您觉得 收多少合适 收多少合适 反正我认为买这个 正常的买 一套两套的 应该就是 或者是收低一点 但是如果超过 是什么三套五套的 收贵一点 这个东西 价格上的 那就是他们研究不 研究出来 这样人独售一点 情况我是这么看法好